之前有自費打過第一劑的留學生 我們有說過會保留第二劑給他們打 可是有一些留學生連第一劑都還沒有打 那就很擔心說打不到 那這個部分會怎麼處理 謝謝 沒有 我們現在的政策在裡面就是讓 這個留學生如果他出國的時候 介於這有一點尷尬期 我們就可以看他要出國的時間 讓他可以不用等到十週十二週這麼長的一個時間 但至於要打第一劑 我們並沒有就是說 要保證打第一劑 打第一劑他如果在國外 當然我也講過 如果在國外確實那地方去了 是沒有疫苗可以打 那當然我們會來 讓他可以來施打疫苗 但如果可以打的地方 那就為了他一致性 兩劑的一致性等等的 那就在國外打 出國這事情 我想也稍微跟大家溝通一下 就是常常在問說出國留學怎麼樣 怎麼樣啦 這被問到最多的 好 那其實我們來看看 其實 出國留學 出國工作 跟在台讀書 跟在台工作 其實他性質是一樣的 就對於個人的權益 是一樣的 好 那既然在 那在台灣的話 在台灣工作 那在台灣都還沒有 就是說一定可以打得到 好 那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道理 一定要讓出國的人 一定比台灣的人要先 好 但是出國人我會認為有一段時間他 如果有確實工作上的必要 確實有他讀書 就學很多人生的必要事情 一定要去 而不是要去玩 好 那他去的時候 如果那個地方能夠打 好 那因為他打一二劑 好 所以就不見得一定要在台灣 好 比人家快的打 但是如果去的地方沒有得打 那當然我們保護國人的立場上 好 我們會讓他打 好 所以這個思考是這樣 當然都困難了 好 那並不是說 就一定 因為你在台灣讀書的人 就不是說保證現在這個時間就打得到 好 那出國人也是一樣 好 跟大家是一樣 但是如果你要去的地方是沒有得可以打的 或者區域地方是風險很高的 一般來講沒有得打也差不多是 風險比較高的區域 那那個正在保護我們國人的立場上 那我們當然大家願意犧牲一點 讓他們在這個時間來打 好 所以思考的方向是這樣 但我們希望說 隨著疫苗陸續的到 他能夠讓更多的人都有打的意願 都打的機會